判断自己是否真正爱上一个人 而非出于习惯或依赖 是一个内心深处的自我探索过程 首先爱与习惯或依赖有其根本区别 爱是一种情感驱动的关怀与投入 而习惯或依赖则往往源自对稳定和舒适的需求 因此要弄清楚自己是否是真正爱上对方 还是仅仅依赖或习惯对方的存在 以下几点可以作为参考 首先爱是一种无条件的接受和欣赏 当你真心爱上一个人时 你能够接受他们的缺点 并且不会试图改变对方来迎合自己的期待 你会尊重对方的独特性 欣赏他们的优点和特质 即使面对困难或分歧 你仍然希望对方可以保持自己的本真 相反习惯和依赖往往带有强烈的期望和要求 可能会想让对方去改变 以符合自己所期待的样子 这种情感基础更多是建立在需要被满足的基础上 其次爱包含了互相成长的愿景 如果你真心爱上一个人 你会关心对方的成长和幸福 甚至愿意在过程中成为对方的支持者 而不仅仅关注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满足感 爱是一种双向的情感投入 你希望对方变得更好 也希望自己能够与对方共同成长 反之习惯或依赖更多的是一种被动的存在 依赖关系中的人通常是因为不愿改变现状 而选择继续停留在关系中 这并不是基于真正的情感连结 而是对已知状况的安全感 第三 爱是积极的情感依赖则是被动的需求 当你真正爱上一个人 你会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满足感 这是一种自发的情感 这种感觉并非因为你需要某种回报或依赖对方来填补内心的空缺 而是源于你对对方的关心和爱护 依赖则是基于一种不安全感或恐惧失去的心理 当你依赖某人时 更多的是害怕失去他们带来的舒适感或稳定性 而非真心享受两人的互动和陪伴 第四 爱是一种选择而非逃避孤单的手段 爱是一种自愿的选择 而不是为了逃避孤单寂寞或害怕改变的手段 如果你发现自己害怕与对方分开 或是因为不敢面对孤独而选择继续这段关系 那么这种情感更可能是一种依赖而非爱 真正的爱是即便有分开的可能 你仍然尊重并支持对方的选择 这是一种成熟且平衡的情感 最后爱是一种不求回报的付出而非被动的接受 当你爱一个人时 你会乐于为对方付出 并不计较回报 这种付出不是出于强迫或异物感 而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爱与关怀 依赖或习惯的情感则往往伴随着一种被动的接受 期望对方满足自己的需求 这样的关系缺乏平等和健康的互动 总结来说 真正的爱是一种无条件的关怀与支持 它让你在关系中感受到快乐成长和满足 而依赖或习惯更多是基于对稳定和舒适的需求 缺乏深层的情感连结 当你能够辨识出自己是否愿意为对方付出 并在这段关系中感受到彼此成长的力量时 或许你已经找到了真正的爱